她的客廳我想现在整理后 可能大家都会守望相助 会常常来踏青一样 花了好大功夫 阿嬷才同意清扫 心理智商师陪伴聊天 怕阿嬷又变卦 转移注意力 破旧的门板也搬出去 房子里面到处杂物 衣服堆成小山 锅具布满灰尘 很久没开火 塑膠袋随处可见 坡桌下面也清除许多宝 事工刷洗瓷山 每个地方都不放过 原本只是宋府具 因为多一份的关心 促成这个超级任务 没有多用心多问多给博 我们就有可能会变成 那个快递公司送货员而已 所以我不想要当一个送货员 我想要当一个人家的不请之师 这两年帮我换那个料布 等现在有个这个床铺躺着 应该也应该方便多了 大家分工协力 老屋焕染一新 贴上春帘吃汤圆 大功告成 圆圆满满 感恩啊 感恩 谢谢 谢谢 这么多人关怀 阿嬷也说出了感动 大爱新闻 真在美之宫叶静宏 曾庆安 邱红尘 桃园报导 比赛 的 感谢观看